當我們在看到全球防疫大作戰 我們看到了中國的疫情慢慢向好 而下一個毒窟變成了 歐美這兩大板塊的時候 誰在乎過這個地方 香港 香港現在整個肺炎重擊之下 百頁蕭條 香港的現況到底變什麼樣了 據一下你記不記得 前天我們台灣說 一天暴增23例 對 昨天也有8例 結果大家就說 哇 台灣首日 竟然破了紀錄23 可是你知道那天香港幾例嗎 25例 香港人口只有台灣的3分之1 他那天25例 然後昨天我們8例他有16例 我想講的是什麼 香港他其實他的疫情很嚴重 可是誰注意到他呢 誰在意了呢 你看林鄭月娥 他一個人孤立一個出來講 他說我們現在19日起 必須香港開始整個全境封鎖了 你幾乎就是所有進來的人 就要隔離14天 然後呢 為什麼 以我剛講了 他破紀錄 他已經到達衝破200人大關了 林鄭還講了一句話 請大家多幫香港人著想 幫香港想一想 怎麼好像變成香港可憐兮兮的一樣 但是你要怎麼幫香港著想 我來我跟各位想 大家都知道 這個李嘉誠 香港首富 他兒子李澤鉅 現在號召他旗下所有的屈城市 他們可能要開始生產工廠 做口罩生產工廠 然後動起來 因為口罩不夠嘛 可是不對啊 郡相 你曉不曉得 當大陸疫情逐漸穩定之時 他們向義大利捐口罩 他們向韓國捐口罩 他們派醫療團隊去伊朗 香港呢 香港你是他的內地 他是你的香港島 你有想過為什麼他們現在 還得自己籌作口罩工廠嗎 你看優先救援香港吧 這是自己的孩子啊 是 好 那我講到香港 難道他現在被邊緣化 甚至可能被當成棄子了嗎 我們來看看香港 還有一個雪上加霜的 就是他的失業率 你知道他失業率 現在已經飆升到3.7% 這個一定要跟觀眾朋友 報告個概念 你香港 你一個國家的失業率 或地區的失業率 只要暴增1% 那就已經是開始會人心惶惶了 他創九年來的最高 你知道他之前是在這兒 這是幾年 2000年 2000年當初呢 是我們講的網路泡沫化 那這並不是一個意外 可是你現在 又創新高 那你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香港現在面臨到一個 很重要的 嚴峻的狀況 就是我們所說的 他的經濟自由度被人質疑了 來 前一兩天 美國一個基金會公布了 香港的經濟自由度 那時候香港人在公布之前 老心哉哉 放心啦 我一定第一名 為什麼 他從1995年到2019年 連續25年都第一名 那2010一定也是他 結果一公布答案 香港人跌破眼鏡 讓你笑了啦 是新加坡得到第一名 他不是第一名 他是第二名 為何你的經濟自由 竟然亡者之尊被人給奪走 原因很簡單 你知道呢 其實呢 前一兩天 香港還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呢 大陸的外交部 突然跟紐約時報啦 華爾街日報啦 還有包括這個 華盛頓郵報 你們記者都過來了 記者證交出來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啊 我們現在大陸 香港 澳門 禁制採訪 麻煩你們先生到齊 通通回家吧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新聞自由 交出來 不是 最像 你今天如果是大陸 你禁制採訪 OK 香港你能想像嗎 香港不是一向是 自由度最高的國家嗎 貿易自由 金融自由 外資來設很放心 很安全 中南海刻意要保留一個 跟自由世界連結的橱窗 但你不是一國兩制 但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每次美中貿易戰 美中科技戰 美中的鬥爭 香港都被牽托 砍拖去年反送中 對不對 現在香港人家就講說 那既然這樣 那我去你那邊投資 我也不安全 我也不安心 你一國兩制的這個味道 地位也越來越沒有 然後再加上 越港澳大灣區 隨時也可以取代你 很多人就說 香港是不是有可能 會漸漸的 它的特殊地位會消失 好 你知道現在香港人民 開始覺得日子難過了 為什麼呢 我來跟各位說 有一個導遊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疫情嚴重 最重要影響到觀光業 觀光就三樣 一個住飯店 一個吃東西 一個買東西 結果就有個導遊講 他說我告訴你 我 香港經濟最好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賺三萬塊港幣 然後 之前平均 大概也有兩萬塊港幣 可是 他說SARS的時候就很慘 他只能賺四五千 好啦 那聽得出來 疫情應該是會影響到觀光業 對不對 那現在疫情又爆發了 你知道這位原性導遊 他說SARS是賺五千塊對不對 四五千塊港幣 那現在呢 零 零啦 他沒有賺錢啦 他到現在零Case 那這個導遊就講 他說 我身為一個香港人 我單身 我有房子 那你說我現在的積蓄 還可以撐個一年半載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失業嘛 好 他就講 講到失業 好啦 我現在導遊賺不錢 我沒關係 我去找頭路啦 第一個他就想要去做保全 不好意思 名額滿了 現在大家都去做保全 還有一個 香港最知名就是茶餐廳 茶餐廳就有一個師傅 他說 我二月七號的時候 不過就前一個月的事啊 我被老闆資錢 因為老闆說生意很差 就把我資錢 資錢之後 我就一直想說 要去做什麼工作 可是他說工作很難找 好 你現在知道的失業 再加上疫情的嚴重 雙重的打擊 我來跟大家看看 幾個指標性的 香港四十多年的大眾書局 他竟然在前一兩天 宣布全部十六間分店 我講白話啦 就關了啦 收了啦 不完了啦 他說以後我們通通改線上 這種十幾店面 沒辦法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們本來就快倒了 但是呢 現在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 是壓垮他們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草 去年騷動了一整年 反送中 對 時不時遊行 如潮水般人又不見 不斷不斷的在這樣的一個 不安蠢動騷動的氣氛當中 一整年下來 本來以為過完這個農曆年 大家鬆一口氣 對 可沒想到 居然迎來的是新冠肺炎 不知道什麼時候見到拐點 不知道 是 好 這個人是誰 香港知名藝人古天樂 他其實旗下他有投資這個民廚餐廳 現在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現在所有員工 通通在家裡 放一般都是福星價 古天樂算是有情有義 他說沒關係 你放有薪價 我也不值錢 我堅持不值錢 但人家就講 那是因為你古天樂 你還有靠演戲可以賺錢 還可以東牆來補西牆 那問題是你能撐多久 沒辦法 現在香港很嚴重 所以據想 我們講了這麼多 大家有沒有發現 香港現在面臨三個狀況 第一 你可能面臨歐美的制裁 因為你的自由度減低 所以你的特殊地位逐漸在消失 然後你的大陸 有時候可能自顧不暇 像之前SARS 大陸可以幫助他 大陸可以靠自由客 大陸可以靠SEPA來幫助你 可是大陸這次都沒有 因為自顧不暇 自身難保 對 自顧不暇 再來我剛才說的 越港澳大灣區 大陸越撐 隨時都可以取代你 在這樣一些三重的打擊 你說香港它不只是邊緣化 是事實 它還有可能特殊地位 會逐漸被消失掉 你是身為香港人 你情何以堪呢 你知道東方明珠 這個金智招牌 它已經擦亮了25年 結果在今年 你告訴我 它自由度竟然變降到第二 新加坡 新加坡取代它